佟丽亚和陈思成在一起之后 经常被大家吐槽 爱得太卑微了 只要两个人出现一点小问题 陈思成就会被大家揪着大骂渣男 有人觉得这陈思成是咎由自诩 也有人认为 是佟丽亚耍小心机 故意在外面表现得很卑微 以此不得大家同情 之前佟丽亚在一次财宝中就表示过了 觉得陈思成太过优秀 自己会没有安全感 陈思成在公开表示 男人出轨不是什么大事的时候 主持人是顺藤摸瓜问佟丽亚 能接受男人身体出轨还是心理出轨 佟丽亚则表示 只要回家就行 这确实是有点过于卑微了 佟丽亚好歹也算得上是 名校出身的这个科班生 在娱乐圈也算得上是一线女明星 怎么到了陈思成这里就蔫了呢 也难怪会为大家欢迎 故意装卑微 毕竟这大家看到佟丽亚就唯唯诺诺的状态 第一时间就会说是陈思成了 又欺负他了 又或者是在外面是沾花惹草之类的 这也导致陈思成的婚姻之后的风平 一直直线下降 佟丽亚自己嗝 倒是落到个路人员暴涨的好结果 不过呀所谓当局者的一旁观者情 不管佟丽亚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陈思成不够爱佟丽亚确实是事 当年这陈思成和佟丽亚在快乐大北领的舞台上官宣结婚 自能有仪式感的场面 陈思成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当时呢这佟丽亚在节目上是一脸的幸福宣布 然而陈思成只是稍显尴尬的给了佟丽亚一个不严的运动 很多人觉得这陈思成对付佟丽亚 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在一次活动上 陈思成一把把这个佟丽亚抱了起来 也不管自己老婆当时穿的是短绝还是什么 佟丽亚的安全裤都露了出来 差点在媒体面前是直接露点 另外这陈思成这些年也是出轨的绯闻不少 2017年就被媒体拍到 在拍完戏后 两个女子深夜走进同一个房间过夜 佟丽亚基本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网友觉得 佟丽亚这样的老婆真的是不多见 老公除了鬼了 自己还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真的是卑微到尘埃里了 但也有网友认为 佟丽亚在嫁给陈思成之前 还是一个片酬只有四位数的小演员 有了陈思成帮她找资源之后 片酬一下是涨到了30万美元 你说这佟丽亚能不能忍 又该不该忍呢 对此你怎么还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